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所遭受的业力果报的问题 那我们学佛修行对人情势理善恶因果应该明辨通达 你看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令人咬牙切齿 义愤填膺的事情 比如说这个父母亲生养子女拉拔长大成人 让她健健康康的受了高等的教育 生活资据一切的受用都是非常的丰富 丰足 但是这个子女他常常就会眼中没有父母尊长 所以常常会顶撞 常常忤逆 常常讲一些让这个父母亲伤透了心的话 或者这个学生他就是很贫穷 甚至是落难的时候 受到师长的眷顾 提息 常常给他劝勉 帮助 常常给他耳提面命的教导 教授 等到这个学生功成名就 甚至飞黄腾达的时候 那确实不把老师放在眼里 甚至把老师当年教导 提息 这种知欲之恩忘得干干净净 甚至就是讲话去羞辱老师 像这样的人 我们在很多的戏剧 影集都会看到 对不对 当我们看到的时候 就是很义愤填膺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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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人啊 这这这就不没啊 这这就不应啊 对不对 请问 怎样不是人啊 怎样不是人啊 怎样有报应呢 你都说不出来 那就是因为你对这这些月影果报了 他不是非常了解 是怎样 跟他讲生的一样 因为人和畜生啊 都是有差别的 好 我现在列举以下的例子呢 来跟各位探讨 第一个故事呢 在这个月威草堂笔记 这个是纪晓兰先生 清朝的这个大学士 他做的这个月威草堂笔记 这本书呢 他记载了很多英国夜报的公案 这个月威草堂笔记呢 有两则复恩受报的故事 就是忘恩复义 然后受到报应的故事了 第一就是这个浙江省有一位读书人 晚上他睡觉 梦到进入了一个官府中 那进到这个官府 看在官府上面堂上的匾额 就觉得 哦 城隍庙 同学我们应该 虽然不是每一位都很了解城隍 对不对 我们常常都听到土地 城隍 就是印制到他们就是神啊 神明 这个城隍呢 就是每一个地区都有专职 职掌 该地区的这个赏善罚恶 或者是基督 他们的种种行为的城隍 那一看这个城隍庙 旁边就有一个名利 名利就是在 在这个幽民 在地府啊 那我们现在是怎么样 是在官府啊 对不对 在政府啊 在立法院啊 在行政院 那在民间就是在民府了 对不对 所以这人道有人道的职位 轨道有轨道的直思 那这个名利就看就告诉他了 那说现在啊 为什么会找你来呢 因为有一位先生来向城隍爷 控告 说什么呢 说这先生有一个朋友 做人忘恩负义 那为了来查这件事情 是不是真的呢 那这城隍爷就说 你告诉你朋友忘恩负义 是不是真的 那这个先生呢 就要求城隍呢 传这个读书人来作证 所以这个读书人晚上做梦的时候 就被传到城隍的这个厅堂上了 去作证 他说现在请你想想看啊 是不是真由此事 这个名利就问这个读书人了 读书人就回忆 就想起来 哦 这个事情是真的 不久啊 城隍就升座了 城隍爷升座 在他旁边的名利呢 就跟他报告了 某某人控告 自己的朋友啊 忘恩负义 现在证人已经传到了 请都城隍爷刊断了 就判案 那都城隍爷就将这个读书人 听了这个读书人讲的话 然后就跟这个读书人 因为你把读书人传来做证人 证明是不是有这个事情 要查案要查清楚啊 对不对 然后但也要跟他讲一下 然后说证明这事情是真的 也要跟他说明这个原委 那都城隍爷就讲了 那世间上这些人 忘恩负义 平常呢 就是要迎求自己的私利 自己有好处 有利益 拼命地去追求 得到可以升官晋级的机会 就会成群结党啊 就互相有利益的 就结为一党 然后这个不是政府这样而已啊 对不对 你看这个 现在来当个委员 当个立法委员 大家就是看怎么样 就是去结交 跟自己有帮助的人 那现在就是小到 有社区的管理委员会 住家里有公寓 也有管理委员会 对不对 它里面也会结党啊 因为社区里面 也有那个社区的小利益啊 是不是 有利益 它就会这样 成群结党 附和自己的人 就喜欢 所以这个 这个常常跟同学讲 我们现在的世间人 是非不变 就是 这个道理啦 就是 轮场 都颠倒 是非不变 善恶不明 那自然 就会 没有理智 就丧失掉 很多的福德 所以 以自己意见 如果相冲突 相左 就排斥 就会讨厌 自己喜欢的 就会说他很好 他是好人 自己厌恶的 就说他是坏人 说你不要做这样的人 这些都是 陈黄也在教这个读书人 他在审案 判案的依据 陈黄也又说了 只有在自己 势力孤单的时候 就由攀附 由势力的人 或祈求有缘的人 以求帮助 等到他的势力 兴旺起来 找到贵人呢 他立刻可以翻脸他去 你以前 我以前需要你帮忙 我就巴结你 就攀岩覆势 等到这个需求性 没有了以后 我立刻翻脸不认人 就找到其他的人就去了 找到其他 更能够攀岩覆势的人 现在社会上 这样的人多不多 很多啊 同学你不要委屈啊 你不要认为啊 你这样很辛苦啊 大家都一样啊 通常都遇得到啊 所以当你受到这些逆境 你就想你又要像电视连续剧这样 噢 时时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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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很过分 你怎么很不过 噢 你不是人 噢 你有报应 你讲出个道理 报应在哪里 上天啊 天地鬼神会发你啊 你不知道而已啊 会有灾祸节啊 噢 所以他就是像这样的人 翻脸无情 翻云覆雨一般这种速度 让人胆在心境 有的时候你很错 你这男的跟那个女的交往 为什么呢 第一个 这个男的跟这个女的交往 就是中狱 第二个人看到这个女生啊 听说啊 她聊天的时候漏了口风了嘛 听说她有一间公寓 听说她有一点钱 听说她有一台进口轿车 有一些珠宝 就常常跟她交往啊 请她 载她啦 没事就去她那里过从圣密啊 同居啦等等 等等 这个女的就是 被她的榨干了以后 且也花完了啊 就觉得厌烦了 一脚踢开 另外又去找别人 像这个 那又拿她没办法 这个社会是什么 恋爱自由啊 是不是 那你说你要告她诈欺 告她诈欺 这怎么讲诈欺 那吃饭的时候 一起开着车子去吃的 花钱的时候 出国度假的时候 去住旅馆的时候 一起花的钱去 那你就是被骗嘛 世人不清 现在这种人很多啊 你自己就是要非常的谨慎 人和人在一起啊 有好处的时候 好话说尽了 非常的大献殷勤 获得你的好感 利益得到了 或者利益渐渐没有了 翻脸不认人 那你觉得这个 你管得了他吗 你告他诈欺也告不动 难道你去法院告他什么 欺骗感情 这个要在地府才告得动 陈皇爷就管了 他就会惨 你有没有情绪欺骗人家感情啊 在这个地球上 没有这个法律 对不对 在地府 在民府有这个法律 在这个上天 有这个天律 所以 这个人世间 老百姓 哪里没办法 这鬼神 可哪里有办法啊 冥冥之中的因果报应 他可就哪里有办法啊 所以 这些人 交朋友 都是出自小人之心 哪能要求他们 做出有情的君子之道呢 这种人 他就是用一个小人之心 来交朋友了 就跟同修讲 你有没有无形之中 在这种现实的情势之下 你也做了小人了 你要小心 就是看 你喜欢这个人 你觉得这个人 他跟你在一起有好处 你觉得这个人可以帮到你 你起一个念头 要去跟他亲近 要去引起他注意 看看你那个念头 是不是小人之心啊 这个动机会带到结果 如果这是一个不好的动机 能够无形当中 你这个佛弟子 你也做了一个小人了 就成功也说 像这种交朋友 都是出自小人之心 我要跟你交 我就是要贪你的钱 就是因为 我要跟你交 就是因为你有土地 要跟你交 就是因为你有款 有水 我要跟你交 就是我有什么好处的 躺蹭啊 这都是这样的居心 非常糟糕 所以像这样的人 他没有办法做出一个 有情有义的君子之道 所以这种人 做出同事操歌 陷害恩人的事 是必然的 这样的人 同事操歌 同事操歌就是说 同住在一个屋子的人 都会兵戎相向 都会杀来杀去 害来害去 像这样的人 恩将仇报 也就陷害 就是对自己有恩有义的人 那就是 就是很 就是不容你不信 就是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呢 陈皇爷 勘厌以名 按照音律 就是说 那时候跟那个读书人讲 你来作证 这个人当年 确实有做这些事情 忘恩复义 攀岩复事 反面无情 恩将仇报 确实有 好 按照音律 打入 挖心地狱 断舌之行 切他的舌头 挖他的心 就要去读义宝钞 就可以看到 我们在那边讲的 好像董修文里面讲 不信英国 这人在讲的是 不信英国 不信英国 是不信英国 不信英国 不信英国 就是医院 很像 要开心 对不对 医生就说 某某某某患者 明天早上八点 来开心一下 不是来happy一下 要开心脏 挖心地狱 割舌地狱 有没有 我们同修就遇过了 把舌头给割掉了 得到舌癌 为什么 一样 就是有这个英国夜报 舌头把它切掉了 在这个地府 在地狱 你在阳间造作这些恶业 都一样一样的会跟你计算 然后看你要去哪一个狱 服刑 所以接着这个陈皇爷 他回头对这个读书人讲 这种忘恩负义之人 在阴间 他会得到惨重的报应 在阳间也会得忘恩负义的人 来报复 这些呢 不是我们鬼神来操作的 就是说 你这样子做坏事 忘恩负义 恩将仇报了 人家对你有恩情 你不但没有报啊 忘得干干净进去 反面无情 或者还甚至 就是有不仁不义的对待 像这种 他说这完全是天理所知 天理循环 报应不爽啊 所谓众瓜得瓜 众豆得豆 本来就是英国相常的自然之理 英国互相报偿 自然而然就会这样了 你既然一开始就是忘恩负义 开出了忘恩负义的花 怎么样 它就会结出被人家忘恩负义的果吗 你今天对你有恩情的人 对你的父母亲 对你的师长 对你急难的时候帮助过你的 你忘得干干净进 反脸无情 将来人家就是这样对你嘛 为什么 你有那样的因 你就有这样的果嘛 你以前对人家反脸无情 忘恩负义 恩将仇报 结果你希望大家就对你好 你付出了 就希望得到人家的报恩 回馈 那怎么可能 你就是没有种这样的善种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善果呢 完全是英国循环 数年之后 被控告忘恩之人 这个读书人就观察 果然得到忘恩之报 他活着的时候会被人家忘恩 被人家背叛 被人家一脚踢开 被人家利用榨干了以后 就是反脸无情 他自己也受到了 死了以后 他在阴间会得到惨重的报应 那个阴间的报应呢 就是 为什么很多人 讲到阴间的报应 地狱的报应 他不是很相信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办法想象 太惨了 他没有办法想象 他就觉得 那可能不是真的 那可能是这些人 那可能是假的 对不对 如果是假的 为什么 从古代 到今天 不管是佛教 道教 基督教 任何宗教 这些人 古圣 先贤 这些人都没有见过面 也没有讨论过 也没有学术交流过 他们会怎么讲 他们不约而同说 有地狱 不约而同说 地狱的报应 一般人你受不了 难以忍受的痛苦 你看我们在 在读过这个 大圆满前行 讲到地狱 这个无见地狱 受苦无见 烈火焚烧 对不对 你看到基督教的 天主教的圣经 基督教的圣经 讲什么 堕入地狱 火湖 烧火跟湖水一样 你就堕进去了 不约而同 讲出地狱的境界 真实不虚 佛陀 他就是 不妄于者 真于者 实于者 如于者 不妄于者 他从来都不讲假话 佛陀亲口宣说 地狱实有 确实就存在 很多同学讲 地狱很可怕 我们要小心 不要 不要这个 万一以后 我们跑到 堕到地狱就惨了 我跟你讲 那个以后 有的时候很快 可能就是明天 可能就是后天 一往生 你就去了 你只要有地狱 业因 你没有去净除的人 一往生 你就去了 很快 所以 我们这个 同修都有 修学和殊胜的法门 断灭六道的法门 金刚 撒舵的 进藏 参醉的法门 净空 地狱的 忏悔王的教法 对不对 你要赶快修 这就是你的 免死金牌 这就是你的 保命符 这是你的 救命 无上法宝 赶快去修 这些 净除自己的 地狱恶业 第二个故事 就是这个 他在讲 我的父亲 姚安公 个性严聚 家中来往 并无 无杂 无德小人 这个人 作者他讲 他父亲叫做 姚安公 个性严聚 严聚 个性比较 就是 严肃一点 刚直一点 刚正不阿 这样 来来往往 没有那种 无杂无德的小人 人看人在一起 要有良性互动 你跟我认识 你对这个善道 对真理 如果没有 好要 推崇 如果你不是要 往这条道路 我就是随喜 祝福你 那你要我跟你 同行 那又断不道 要么就是 你跟我同行 同行 倒不是说 我们走一段 人行道 不是 这个没什么问题 同行是说 人生的道路 我们是要往佛道 往菩萨道 往解脱道 去的 你不是要这样的 你在这个世界上 可能就是 想要享受 想要众个人 自己的私欲 私利 个人自己 有很多的梦想 理想 你这个人 只想赚钱 吃喝玩乐 你就怕你的 我就祝福你 希望你赶快回头 我没有办法 跟你走同样的路 所以人 就是 你在 结交 朋友 在跟人家 结缘 特别是 找这种 人生上 人生 常常 要相伴的人 比如事业伙伴 合伙投资的伙伴 同修 道友 法友 金刚师兄弟 要一起共住 你要好好地去 谨责 但是 话讲回来 这个姚安公 这个作者的父亲 他说 他父亲很严峻 都不会跟一些 无杂无德的小人交往 有一天他看到 他的父亲跟一个穿着破烂之人在讲话 那很奇怪 我父亲竟然跟一个穿着破破烂烂的人在讲话 而且看到他们兄弟两个人 就叫过来 过来 过来 跟这个人行礼 跟这个穿着破破烂烂的 跟他相见 以礼相待 就是很重视 对不对 把自己小孩叫过来 跟这个人行礼 就是要正式地相见 对不对 他的父亲姚安公就说 这个人叫 这个人是宋曼珠的 曾孙 他们的这个家族 已经很久都失去联系了 到现在才遇到这个家族 宋曼珠这个家族的曾孙 就是穿着破破烂烂的这个人 在明朝末年 兵荒马乱 你的曾祖父 那时候只有十一岁 到处流浪 幸好 就是仰赖 宋曼珠的阶纪 才得以存活下来 跟他是这样 教这个作者 你们的曾祖父 十一岁的时候 得到这个人 就是得到这个人 是爷爷的父亲 得到他接迹 这么久都记得了 就对了 这就是不忘恩 不敢或忘 就是受人家的恩情 就记起来了 你受人家的欺负 吃亏 这些仇恨 倒是可以忘记 对不对 受人家恩情 就像这样 因为你要报恩 然后他父亲 就看着 对这个破破烂烂的人 这个宋曼珠 就是恩公的 曾孙 就这样 这个人 就把他留下来 尽力 为此人谋生计 想办法 帮他找工作 要生活 对不对 而且借这件事情 告诫他们兄弟 说有恩必报 不必谈什么因果 我们同学学佛休息 就想 这个人生病了 这个人这么穷 做破破烂烂的 跟乞丐 那个以前都没在报死 对不对 以前都不知道接济别人 现在是有保养了 这个跟我们就没关系 不是这样子 但就是乞丐 他有这个恶报 但是他是你的恩人 或者他是你恩人的子孙 对不对 你就是要报恩 其他的因果不要讲 与你而言 你就是要回报他 这个恩情 我们做人就是如此 所以 所以人曾有恩于 我就得报恩 不必计较 此人 今日的落难 到底是什么样的因果业报 那就没有你的事情了 你就不要计较那么多 为什么 他是你恩人 的 什么人 你就要去报恩了 所以这个同修 你一定 你是一个学佛的人 这起码做人 处事的道理 你自己不能不知道 这个佛法是最高的道德 最圆满的境界 可是你为人处事的这些 基本 你都没有达到 你佛法就不能成了 然后呢 他讲了 这个就是说 他讲 我曾经亲眼见到有某人 落难之时 受别人再生之恩 等他富贵以后 见到昔日的恩人 儿子灵涕 落难 竟然做事不伸援手 这个就是说 他曾经亲眼见到 这人被衰 落难的时候 很需要帮助的时候 受到别人再生之恩 再生 再生是什么 从肚子怀孕再生一次 不是 这意思是他已经死了 他已经差不多就像死了一样 或者就病得快要死了 或者穷得快要死了 失业一败涂地了 彻底都毁灭掉了 就在这个危难的时候 帮助他 让他好像重新重生 重新做人 这种就是很大的恩情 是不是 就是说看到 这个人受到别人再生之恩 但是受到这种恩情 他慢慢就富贵了 喝鬼 见到他以前往昔恩人的儿子 落难了 灵涕 落难 结果他竟然不懂得去报恩 他想说当年他已经 这个生不如死的时候 他的恩公救他 今天这个恩公的儿子 落难了 他竟然不会去出手相救 所以这个万安复义的人 怎么样 生病 在生病的时候 吃药的时候 因为病得很重 就是恍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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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吃药的时候 看到怎么样 恍恍之间 看到昔日 曾经救他的恩公出现 拿两封信 这两封信没有封口 就交给他 这样 他这个人望恩乎义 虽然富有了 但是生重病 吃药的时候 迷迷糊糊 竟然看到往昔的恩公 拿两个信封 没有封口给他 他把那个信 就这样迷迷糊糊打开 吓一跳 他端的这个药 就摔到地上了 吓一跳 为什么吓一跳 那个信封就是 他当年自己落难的时候 跟他的恩公求救的信 那两封信 他这两封求救的信 写给他恩公 他恩公救他 对他有再生之恩 对不对 结果他的恩公的小孩 落难的时候 他不理 结果他咬的一下 砸到地上了 然后就随随念了 念什么 这次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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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给你 你打开 哎呦 我怕这条 你想我 我买好 哎呀 靠靠 这事大条了 你的病为什么不好 忘恩负义 这一关你过不了了 当晚 这个人就去世了 回想当年 你求人相助 求人相救 你是如何的谦卑 如何恳切呢 开口闭口 称恩公大德 如传 欲报无奇 大恩大德 我毅力啊 什么话你都讲 保身保害啊 我做故做美也要向你 我也就不得报恩 我叫我驾顺死 谁报 也要报恩 然后讲得这样 结果 准过的罪无分 我来干干净净 你说谁管我 那你罚 你要你管得了吗 对不对 我现在好贵啊 不然要怎么 这个鬼神会罚你 上天会罚你 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灾难在后面等着 所以 就是 是的 我们同修也有 看到道场 同修来 来学佛 受戒 在一起的时候 结这个 金刚师兄弟的法缘 一气 相投 至同道 和互相 砥砺 当然 这个学佛 失去信心的时候 回儒 师们 不敬三宝 讲那个话 都气死你 对不对 你就觉得很寒心 我们也要更替他担心一件事情 他做这样的恶业 他自己 就是大大小小 都会多倍受爆 他自己将来会苦不堪言 所以你应该就是 对他生起这悲悯的心 慈悲他 同情他 哎呀 你真的是很可悲 而且 造这种万恩负义的罪业 缘三宝造罪 是重 对不对 你缘这三宝造罪就重了 所以 这个就是 我们必须要了解的 第三呢 知恩 报恩 知德 报德 合乎天理 天经地义的事情 你能够如此做 必然可得到上天的护佑 福分 绵缘 这个人家 爱有好奇 有好不 雄踢 素好 是不是 所以 你就是要做一个 知恩 能够感恩 能够报恩的人 因为我们苦难无助 彷徨烦恼的时候 得到别人的金钱 力量 言语的相助 就可以 就可以逢山 开出一条道路 与谁 搭上了一座桥梁 对不对 你快要走不下去的时候 苦难无助 彷徨烦恼 学佛修行的同修怎么样 业力现实际上 业力现前 业力现前的时候 业力会控制人 颠颠到到 这个时候 别人给我们金钱 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言语 帮助 就让我们过关 平安无事 然后呢 你将来怎么样 要怎么样 忘掉就好了 是不是 当然不是 将来你就要去报恩 就要去帮助人家 需要这样帮助 就像我以前 落难的时候 就人家这样帮助我 困难的时候 人家这样帮我 当然我们不会想 帮我们的恩公 你赶快落难吧 让我也帮你回来吧 那当然不行 我们去帮别人 别人需要帮助 我们一样去帮别人 一同修你都不知道 我以前学佛修行的时候 有很多地方 这是我蒙受人家的帮助 蒙受人家的恩情 等等的 所以感恩报德 一方面 可以鼓励施恩之人 继续施恩 即使说你今天对我有恩情 我在这个修行 不发心 退到丧失正念 遇到恶之事的时候 你来跟我讲帮助我 我醒过来 哎呀 好险有你啊 那我就对你怎么样 非常感激 常常的回报恩情 那这个帮助过我的人 他会觉得怎么样 受到鼓舞啊 原来助人为快乐之本 原来帮助别人这么好 他会怎么样 继续去帮别人 那你是不是创造一个美好的社会 大家都在帮忙别人 大家都在帮助别人 那你如果冷酷对待 人家会什么 现在好人都不会做 做好人没好几个 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造孽 你的孽造纵了 所以你不能冰冷冷酷的去对待人家 让人心受伤挫折了 所以你鼓励施恩之人 继续施恩 鼓励世间人之恩 报德 你让天地之间慢慢怎么样 充满祥和温许之气 大家都是非常的慈善 大家都要利益别人 大家都是受人家的帮助和利益 都会感恩感谢 铭记在心的去回报 甚至这个恩人呢 我没有办法直接跟恩人报恩 我就向他的家人报恩了 向他的子孙报恩了 等等 你看这个社会变得怎么样 非常有福气 本来有灾祸节都消除掉了 做这样的人 你如果是这样的人 上天当然会将福分给你啊 对不对 有一位古德 曾经讲过一段话 讲什么呢 在不用感恩的地方 都感恩报恩的人 在该死的时候都不会死啊 比如说人家曾经 你困难的时候 借你五万块 对不对 改天换人家有困难 你也借他五万块 再加一个五千块 照理好像就回报他了 对不对 可是日后你还是感激那个人 他有困难 你以后再去绑他 你有关怀他 你还常常跟他道谢啊 当年要不是 你借我五万块啊 我那关真是难过 没有 你已经还我五万五了 不要晃在心上 没有没有没有 这五万五 五万块是小事 是当年那个情分 哎呀 忘不了 对不对 你如果这样子 已经不用再去报恩的地方 不用再去感恩的事 你还去感恩报恩呢 有的时候 你该死的时候 你都不会死 本来你这关过不了 就该死了 就算死不去 为什么 你就是有善报啊 你知道 不该得到的福分 本来你没有这个福分 可以得到某个利益 你没有这个福 忽然 就可以得到 你看 这个我们同学有很多 你都有这种亲身感应 来跟我讲 那我根本就瘋不瘋了 我就想说什么 结果 我就瘋了 很多的东西就是这样 比如今天去标那个土地 本来是标不到的 忽然间就标到了 本来你没有这个福 忽然间你就得到了 不该活的地方 本来你又不能活了 命已经尽了 突然间你又活下去了 在一般人得不到平安的地方 他依然可以得到平安 什么叫一般人都不会得到平安的地方 比如说人难免一生都会遇到险难 比如说空难 或者你坐巴士 坐公车 几十个人一台 一个车祸车翻了什么的 结果你没事情 你看那飞机这么高 空难的 那个飞机掉下来 我们常常听说掉下来 还有一个人存活 两个人存活 对不对 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 那怎么活的 就是有这个因缘 常人不可能得到平安的地方 他仍然可以得到平安 秘诀在哪里 凡事都感恩 凡事都报恩 不用报恩 不用感恩 他还是感恩报恩 那就是你要不要做这样的人 他当然要 所以要的吉祥善美的事情 都跟随着你 在该感恩的地方 能够知道感恩的人 这种人只是凡人 就是说人家对你有帮助 有恩情 你知道这个人对我有恩情 比如说爸爸妈妈对我有恩情 师长对我有恩情 某某人对我有恩情 我知道我要报他的恩 这是什么 这就是一般的凡人 一般的凡人 而因为 此得能在活的地方才能活 在不会死的地方才不会死 这一般人 你就有一般的结果 怎么一般的结果呢 因为你懂得报恩 感恩嘛 能够活的地方 你就能活了 对不对 不会死的地方 你就不会死了 听起来好像废话 对不对 不是废话 有的人不是这样子 该得到的福分 自然你就有福分 因为你是一个知恩感恩报恩的人 你有什么福 你自然会得到 但是呢 我们再比对一下 如果你受到别人的提息 教诲 引荐 得到注意 教化 指导 在此该感恩的地方 不但不知感恩 你还要忘恩负义 甚至还有 繁瑶一口 此人与猪狗禽兽相近 什么叫猪狗禽兽 那就是无名 就无地味 你狗在很饿的时候 你还要准备那个剩饭菜 嚼嚼的 等电风扇吹的温度差不多 端去给它吃 吃对不对 你是说 敢把车倒去划 把你咬下去 你看我这饭 我盘给你吃的 就正生 对不对 他不是人 他畜生就是无名 你跟他计较这个 有道理讲 不然你再给他咬一口看看 没有办法的 但是畜生 他就不是人 人不能这样子 你不能反咬一口 对你有恩的人 对你好的人 甚至你的行径 行径 你的内心 不能像畜生 你连像都不能像 何况你去当 对不对 像这种人 就是恩将仇报 忘恩夫意 烦咬一口 该活的地方 不会活 本来这个就不会死 这个就死掉了 在不该死的地方 他也会死 就是这样 该得到的 福分 平安 通通得不到 本来你也可以 就是很长寿 本来也蛮有钱的 有一个房子 有车子 有什么样的福分 有尊重 有什么样的健康 晚上有怎么样的好睡 吃饭 胃 胖 都没咬 好睡 吃得肥腾腾 这种 本来该有 你都没有了 吃也不好吃 睡也不好睡 就是这样 很痛苦 再来怎样 不该遇上的灾祸 你都会遇上 本来你就是 没得到这些 随小的事 偏偏你就遇到了 你看看 所以在他福分 见消之时 祸生走夜 信出 消强 无日 得宁 福分 你是一个 忘恩负义 烦咬一口的 冰冷 残酷的 恩将仇报的 你就会慢慢慢慢 就会没有福 就会一直 消消消 后来信出 消强 无日得宁 慢慢的 你没有一天好过 什么都不对劲 都很痛苦 诚实 残忍之人 方欲 残忍之事 你就是这么残忍 你就会有残忍的机遇 你就是这么无情 对你的恩人 你自然得到无情之报 因为上天所应许的 只有感恩 只能报恩的人 这种人才拥有一切希望 得到一切平安福分 反而就不知道感恩的人 你就会陷在绝境中 一无所有 很多同修他都会讲 我都一无所有了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我现在心里很痛苦 你不用讲这些 这么会抱怨 怨天尤人 你说我没有怨天 我没有怨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叫天宫 对不对 天宫意思是什么 天宫就是虚空 虚空 天宫就是天宫了 你在那边 你就是在怨天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这个 我们很多同修 你来学佛 也号称守戒 也在做善事 你为什么一无所有 你太会怨天 太会尤人了 你太会怪这个人 怪这个人 怪妈妈 怪弟弟 怪妹妹 怪爸爸 怪这个邻居 怪同学 怪同修 怪什么怪什么 没有人怪 就怪自己 就这样 怨天尤人 你不要以为 你在那边睡睡念 你不是对着上天 你这个空间 这个虚空 就是上天了 对不对 你自然就损福 就是消耗你的福德 所以就是 福分见小 无日得宁 就是非常可悲 所以到最后 必现绝境 现在这个绝境 好像走不下去 过不下去的 那一无所有 以上所述 就是非常深刻的意义 希望大家能够省思 再来呢 在这个 有鸾羊 萧夏 鹿武 中 这样的一个殿集 他记载一个事情 纪晓兰的殿户 叫曹自立 出示文字 就认得几个字了 所事不多了 有一天 他焕染 寒疾 就是得到这个风寒 在昏溃当中 被官府的官吏拉走 他得到这个重感冒 被 在迷迷糊糊 被一个官府的官吏 抓走了 拉走了 途中 遇到另外一位官吏 经过查队 才知道 你抓错人了 第二位跟第一个人 讲 第二个官吏 跟第一个官吏 讲 你念到人了 抓错人了 所以前一位官吏 被后一位官吏 责备很久 骂他很久 才把这个电容 抓错这个感冒的电容 送回去 美金固 送回去的过程 经过一个地方 这个典籍记载 经过什么地方呢 以岩石七成围墙 岩石弄成围墙 周围有一华里 从外向内看 从这个围墙 外面向围墙里面看 有紫色的浓烟涌出来 紫色的 浓烟涌出 紫色的火焰 非常赤盛 火在那边烧 他就觉得很奇怪 他把这个重感冒 抓错的人送回去 他怎么可以看到这个 有那个浓烟 那紫色的火 在那里烧 紫色的火焰 他就很恐怖 你就看这什么地方 上面就写六个斗大的字 写 复兴被得之欲 看到复兴被得之人的牢狱 复兴被得的人要住这个地方 所以有很多的典籍 真相 我们知道 忘恩复兴 不只阳间 受到背叛 一生遭遇 惊天极地 惊天极地是什么 天地 你生活在天地之间 惊天极地 就是说 你好像到处都会遇到荆棘 然后都很痛苦 荆棘会刺人 惊天极地 就是很难 你真败鬼 真痛苦 阴间令有 惩戒的火 热蒸烤地狱 独之令人 毛骨悚然 就是我们今天来 学佛修行 听经文法 修持大圣菩萨道 自利利他 做人 基本地 养了一个情操 一个信念 不能 不知道 我们希望大家 彼此互相提息共勉 人难免都有 暂时 迷失 忘失正念的时候 同修要做 彼此的 善互助 提醒 你不要丧失正念 你要做一个 懂得感恩 报恩的人 你不要越做 越像畜生 越做越不像人 这样的人生 就没有任何的福报 安宁可言 立即订阅 观音山龙德上师YouTube 开启小铃铛 就能收到 最新龙德上师 显密佛法开示 与直播课程通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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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